第五 这随习功德 这是破什么呢 破嫉妒障碍的 因为嫉妒障碍 是一切凡夫通病 都有啊 而且非常严重 如果是嫉妒 嫌能之人 啊 障碍他 破坏他 这个最扩重 这个好人 他能在社会上做很多好事 立业社会 立业群众 立业国家 你这一障碍 对他是小事 他不会怨恨你 对他没事 最从哪里接的呢 许许多多人 不能得到他的利益 社会不能得到他的利益 国家不能得到他的利益 最从这里接的 这个道理不能不通 这道理很深 伤害一个人 破坏用这事情很小 对什么了不起 你要知道他影响你多大 你的罪过就有多大 他的影响 多深 影响多广 那都是你接罪 这些条件 影响的时间长 将来你一度在地狱时间就长 影响的面很广 你在地狱 罪的时候就受得动 就这么个道理 这是我们不能不通 所以佛教我们 随喜功德 看到别人好 全心全力帮助他 成就他 决定不能障碍 没有力量帮助 赞叹他 希望有力量的人 听到我们的赞叹 他们发现了帮助他 来成就他 那我们就修了随喜功德 他将来有多大功德 随喜的人的功德跟他一样大 他能够做出 有利益 于这 于国家民族的事情 于一切众生的事情 他做多大的事情 他做多大的事情 影响多大 影响多久 这个功德 随喜的人就得一分去了 这分跟他一样的 他还要认真去修 随喜的人不要修 就越发心 你看 功德就拿去了 那反面的 嫉妒障碍的时候 你就造了大罪 你一随喜 念头一随喜的时候 他的功德全变成你的 所以佛讲这一段事情 你看看 列在普贤 神院里面的一条 这个意义很深 这功德无量无边